可是当我坐进来它的后座呢 我就会想到 Mazda 这辆车的引擎其实潜力也是非常的大 所以一样可以改得到 今天我要跟大家强烈推荐这款车 因为这款车我自己也是很喜欢 它就是刚刚在今年推出的 这个 Mercedes-Benz A250 Sedan AMG Lite 的小改款车型 为什么我会喜欢它 因为它有几个重点 这个几个重点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对这款车也有兴趣的话呢 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下 然后现在我们进入影片的正题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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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第一个我要推荐给大家的点就是 因为这辆车是一辆 Mercedes-Benz 没有啦 刚才是开玩笑的 首先我要讲的重点就是 这辆车它的车身质 对我来讲是刚刚好的 因为以我们的标准来讲 它是一辆C-Segment的车身质 对比C-Class它小一点 可是对比一般的B-Segment它又大一点 所以它的整体的空间表现 我觉得是刚刚好 而且重点是这样类型的车子呢 如果你是以一个 长时间在市区驾驶的朋友来讲呢 它并不会因为太大量 让它显得很笨重 所以这台车在市区驾驶的时候 其实还蛮爽的 够灵活够轻盈 这个是我喜欢它的其中一个点啊 爱好极致驾驶体验 全新的FALCON ANZINUS FK520L 就是为你打造 完全日本制造 采用全新技术 让轮台的使用说明更长 同时加强了噪音的抑制表现 让你的移动过程更为安静 实地表现也更好 给你更好的加速表现和操控感受 还等什么 赶快游览FALCON的官网 或者前往FALCON的经销商询问相亲 A250SEDAN呢 它的引擎跟之前一样 是2.0L的涡轮增压引擎 数据都一样 221HP 峰直流率350Nm 那么这个引擎有没有升级呢 其实升级的地方还蛮多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呢 它加入了这个48V的 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这个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呢 可以额外提供13HP 跟150Nm的动力 不过它对于加速其实帮助不到啦 它主要是减低这个引擎的负担 例如讲它会为这个Power Steering 冷气啊 余热主机等等供电 所以这个Engine负担没有这样重 油耗也就比较低一点 这辆车其实我之前开过很多次了 你不要看它是2.0L的涡轮增压引擎 它的油耗基本上 如果你跑高速的话 它可以维持在5.5-5.8L per 100km 这个油耗 其实已经比很多的小排气量 涡轮增压引擎都更省油了 然后第二个升级的点在于呢 它的变速箱从原本的7速14双离合器变速箱 变成了8速 为什么变成8速呢 其实它还有第三个升级点 就是以前的这一个A250 Sedan呢 它配备的只是前轮驱动系统 但是现在它直接给你4MATIC 所以这就代表着这辆车的操控表现 对比之前的车款呢 是进步超级多的 A-Class Sedan呢 我最喜欢的其实是它的车尾设计 这个车尾我觉得很圆润很饱满 加上这个3D LED的尾灯哦 我会觉得它非常的Sexy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呢 A250是AMG Line 所以整辆车配备的AMG的空力套件 还有AMG的轮圈 所以这个外观设计 基本上已经很出色了 省去你改车的时间 不过你自己要改的话 其实还是OK的啦 给我自己的话 这个外观设计我已经足够了 然后这边它写着4MATIC 给你知道它是全轮的传动系统 然后在后悬吊的部分呢 其实A200跟A500是有差别的哦 你买到A200的话 它的后面的悬吊是这一个Torsion Beam 可是如果你是买到这一个A250的话 它就是Multi Link 想象一下Multi Link Owheel drive 然后再加上2.0的Turbo Engine 这辆车开起来是多么的好玩 所以这个就是我很喜欢它的点源原因 但是我讲到这里 你千万不要以为这辆车只适合男生 其实这辆车也适合小姐姐的啦 我看过蛮多小姐姐都是开这个Air Class的 我个人觉得为什么 除了这辆车小巧好开之外 它的这个尾箱空间其实也是一个重点 看啦 我们的equipment 我们的back 全部塞到满到 它有这样多的空间 我们都知道嘛 小姐姐可能本身也有很多equipment 就是他们的back 可能有塞一些衣服 可能有一些鞋子等等 都可以放在后面 随时更换 所以我觉得 这辆车可以吸引小姐姐 这个应该是其中一个原因 所以其实这辆车是男女通杀的 在这里给大家一个贴士 就是原厂配来的轮胎呢 其实是比较偏向节能跟舒适的 如果你要发挥2.0公升波轮增加引擎 O-Wheel-Dry跟Multi-Link的实力的话 建议去换一个轮胎 它的尺寸是225 45 R18 每一次做进来Mercedes-Benz的内装呢 我都要跟大家称赞一下它们的设计 我这样子讲啦 如果今天我们拿一个30万里面 车款的内装设计呢 我觉得基本上很少人可以超越Mercedes-Benz 这个内装设计是我很喜欢的风格 尤其是它的氛围灯 它的氛围灯真的可以讲无所不在 门板有中控台的中央有 就连这个冷气出风口它都没有放过 甚至你的踏板这边都有这个氛围灯 为什么它们设置那么多氛围灯呢 我觉得其实是这个因素 我们每个人开车的面对最多就是这个中控台 如果这个中控台的设计不好看呢 你的心情也是会被影响的 所以它给你一个很漂亮很耀眼的这个中控台 你在开车的时候你的心情也会比较好一点 不过这个内装其实也不是讲没有缺点 首先可能有些人讲这个氛围灯的颜色 可能会太刺眼尤其是往上开的时候 不过这个小事情 因为你可以调个比较柔和的颜色 然后接下来我有几个稍微要吐槽一点的点 就是这个萤幕 这个萤幕分辨率很好 它的响应速度其实也很快一下 但是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亮面屏幕 所以它那个反射会比较明显 尤其是在大白天开车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是会看不清萤幕跟这个Meter显示的资讯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可能自己去找一个那个磨砂萤幕贴贴下去 会稍微有点帮助 然后第二点我比较不满意的就是这个方向盘 这个方向盘其实是很好看的 但是就是在上面它采用了那种 触控回馈的这个设计 这个触控回馈的设计 看起来是很帅很眼没有错 可是当你开车的时候 你要去控制音量啊 你要去控制一些车辆系统的时候啊 很长的时候会出现那种手滑 或者是无操控的情况 这样子可能会导致你分层 所以我还是一个很坚定的这个实体按键 我不喜欢这种虚拟按键 不过好处是在于它这种冷气按键啊 其实都还是实体按键啊 这个就在你忙操作的时候会方便一点 然后再讲回这个座椅 其实这个座椅整体的包覆性是中规中矩 你看我的身高181我坐在前座 这个包覆性是普普通通而已 而且它座椅的发泡棉比较硬 对于一辆运动轿车来讲 这样子的设定OK 可是当你长途驾驶的时候 你的身体就会很容易疲倦 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目前的这个Mercedes-Bahn A250呢 它的这一个APTAS功能 也就是先进主动安全配备是比较少的 我们可以在这辆车上面看到的 就是那种车侧盲点侦测啊 自动经济刹车等等等等的功能 像大家很喜欢的ACC啊等等 还是没有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还需要加强啦 吐槽了那么多 要讲一个升级的点 就是这个触屏主机的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 升级的它是无线的 所以就算你忘记带cabel 你还是可以使用这两个功能 你要为手机充电的话 这边有USB Type-C 这边还有两个USB Type-C 所以不需要担心 如果你没有cabel 手机又没有电怎么办 别忘记它还有无线的这个充电机座 我刚才前面有讲到呢 这个A250是一辆C-Segman的车车 可是当我坐进来它的后座呢 我就会想到Mazda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高是181 如果我是以一个正常坐着坐下去的话 我的头部空间基本上只剩下了一个指头 所以压迫感还是蛮明显的 然后这个腿部空间也是 刚刚好而已 不剩三个指头左右 然后这个 大腿的悬浮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坐后面是真的会比较劳累一点 然后发泡棉真的也是超级硬 这边还有一个传动轴的骨骑 因为它是AWD嘛 所以它一定有一个传动轴 骨骑面积也很大 所以坐两个大人还是OK的 但是那个大人不能太高了 170 175 左右应该都还OK的 然后这个后座就真的没有优点了嘛 其实还是有的 就是它还是有这个Isofix 这个儿童安全座椅固定扣啦 如果我讲今天你是有小朋友的话 你的儿童安全座椅还是可以放这边 你还是可以载它们出门改改的 不过我印象中啦 以前的这个A250后面是有这个冷气出风口的 可是现在没有去 我不知道是我忘记了还是它们拿掉了 所以可以欢迎知道的朋友在影片的下面留言跟我讲一下啦 OK 接下来来到最刺激的环节 就是试驾这个A250 4Matic 老实话这辆车有这个4Matic 有这个2.0的Turbo 有双离合器变速箱 然后又有Moutilin 就是整体的驾驶感真的是双的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首先我要讲的就是它的这个引擎 有中国网友开玩笑讲 这辆是迷你的A35 因为其实它们的引擎硬件是一样的 只是调校稍微不一样 所以引擎输出也有一点差别啦 可是这辆车 它的0到100加速只需要6.4秒 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强了 然后因为它配配了一个新的8速双离合器变速箱 这个变速箱是跟GLA一样的 所以它的换挡更绵密 然后它的换挡时机跟退挡时机抓到更好 就好像现在我基本上我在下坡 如果我收油的话 它会知道我要慢 它会退挡 然后帮我这个 进行一个俗成拖牙的动作 给这个车速变慢 然后我一升踩油门的话 它也会马上的退挡 然后它给你一个更好的动力表现 它基本上就是 它的动力会有一个随传随到的感觉 而且这个还是在normal模式下 如果你换去这个sport模式的话 它会更加激进 我现在换一下这个sport模式来试一下这辆车 最明显的 你可以听到引擎的声浪就已经不一样了 它这个非常的澎湃 然后也非常的冲 前面的车有一点点的慢 所以我们就是以一个比较正常的速度在驾这辆车 不过我可以建议大家的就是 这台车普通驾的 你用comfort模式开就可以了 那个动力表现已经相当足够了 这个运动模式就是在你真的是去跑云顶的时候 你要pack1的时候 你要爬山的时候才去用这个模式会比较好 然后这个双离合器变速箱 真的是冲云到一个程度 小改款前的A250它的变速箱其实没有这样聪明 它在换挡的时候它还是会 好像要思考人生这样 你在身材油门的时候它要考虑半秒左右才来换挡 但是这个不会 基本上就是你踩下去一下子 它就马上会知道推挡 给你一个更好的挡位 然后推你的车去前面 所以这辆车加速表现是真的好 然后接下来就要讲到它的这一个OVD系统 其实这个OVD系统我有去上网查 我查不到它的扭力分配是多少 不过一般来讲都是73 就是前面去后面3 后面会有30%的扭力表现 它让整体整辆车的这个循迹表现会更好 所以你在弯道的时候你会觉得这辆车整体哦 它的这个四个轮非常非常的抓地 然后给到你一个很贴合地面的感觉 然后这样子的话循迹性更好 然后操控表现也会更好 所以这台车真的是去 在进行那种弯道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 诶 这辆车好像跟以前的Mercedes 的车款 好像有点不一样的感受 尤其是这种比较 可能以城市驾驶为主的Mercedes 差别真的是太大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把这个Formatic放下去是对的 OK 现在为大家示范 我现在要进一个弯 OK 稍微收一点油 进弯之后 哦呦 这个扭力表现跟这个旋迹表现 它就把这个车很平稳地带进这个弯楼出弯 这个感觉真的是太好啊 然后接下来就要讲到这辆车的悬吊表现 讲真的这辆车的悬吊表现 其实我是觉得还可以接受的范围作用 它基本上它是可以兼顾到你日常驾驶 然后也可以兼顾到操控 有时候在弯道的时候 难免它的侧倾会有一点点的明显 但是相对的它的舒适性也是有在 所以这个悬吊我觉得它是往一个比较Balance 比较均衡的方向去进行调整啊 所以你可以Daily Use 你也可以运动 这一点我很满意 不过它还是有一些缺点在驾驶的时候 如果讲缺点的话 第一个缺点我觉得就是这个方向盘 这个方向盘你在切换驾驶模式的时候 其实感受不到它有太大的变化 它整体的这个感觉是比较轻的 就是你转steering的时候它是比较轻的 所以那个路感也没有那么明显啊 有时候你会觉得在配观的时候 它好像太轻 所以给不到你那种抓路线的感觉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明显的缺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这辆车的这个隔音表现 其实会比较逊色一点点 现在我是在一个KINARA这边的达曼星师 我速度没有很快大概是70左右 你可以听到那个轮胎的噪音是蛮明显一下的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就是 如果买了这台车 如果要宁静的话 换一个比较舒适的轮胎 如果要运动的话 换一个比较运动化的轮胎 整体而言 我会觉得这辆车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GOLF GTI的平替 我为什么这样子讲 首先它有这个4MATIC系统在 就代表它有抓地力抓地性会更好 它的操控表现 我觉得它跟这个GOLF GTI相比的话 其实差距不大 可能是一个90分 一个是85分左右 差一个5分左右 这个后期当然你改车的话可以改得回来的 然后引擎的升级 这辆车的引擎其实潜力也是非常的大 所以一样可以改得到 然后它的实用性部分会比GOLF GTI好 例如讲还有这个尾箱放的东西可能比较多一点啦 然后 加上重点是 这个是Mercedes 所以我觉得整体的packaging 如果讲贵一个2万块左右对比GOLF GTI的话 我个人会选择这辆比较多一点啦 真的 我用言语可能没有办法让你感受到这辆车好玩的地方 但是我会建议你如果有机会的话 想买这台车 去这个showroom试驾一下 你就会feel到这辆车的操控表现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尤其是跟旧款的A250对比的话 进步超多 Mercedes-Benz的A-Class呢大家都很熟悉了 所以今天我就没有讲太多 关于它的外观设计还有内装设计的东西 我主要是讲我自己的使用心得跟一些感想啦 然后我有一个突发奇想 今天这辆车是不是很适合作为一个改装车的案例呢 其实这辆车的改装潜力还是蛮大的 因为它的2.0公升涡轮增压引擎呢 其实硬体结构跟这个A35甚至是A45都非常的接近 所以它是具备改装的潜力的 而且加上它还有这个Owheel drive系统 加上这个8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用它来跟这个Golf GTI Mark X相比 因为它们价格大概是差了2万块左右 可是这辆车其实也是有改装潜力 而且呢重点是它的使用性会比Golf GTI更好一点点 这样子对比一下确实很难选 可是我个人觉得我好像会选这一款耶 因为这款车真的是很好开 虽然很多人对于奔驰的印象呢 都还是在奔驰是一个很豪华的车很舒适的车 但是实际上这个A250确实给到你这种动态感受 给到你很好的操控表现 所以这个一直让我占不绝口的地方 这个也是小改款前的A250做不到的 我之前曾经有讲过我很喜欢218i 但是我在试驾完这款车过后 我真的移轻别电脑 这个不是开玩笑 我是真心感受 来跟大家讲这些东西 所以大家对这款车有什么看法的话 影片的下面留言跟我一起讨论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大家喜欢的话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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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